大家好,我是大郎 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忙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开春的季节了 我们家的生地 也开始要干活了 今天来到了生地 准备把生地的生膜 撤一下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这片就是我家的生地 因为所有姑娘去上学 来的晚一些 我妈她们已经先来了 在这把生 生串上的塑料布上的土 已经撤下来了 然后就是把塑料 皱起来了 今天就干这活 这是每年去年 说过最买来的活的 哈哈 我直接就抖了啦 我就抖了啦 这个是我们坐在想木头爬的 因为需要把塑料布上的土 给它撂下来 如果用敲的话容易把塑料膜整坏 用这个木头的话 不容易损伤塑料膜 因为这个塑料膜的话用得用四年的 然后就是可以把它的土 漏掉 来啊 就这样 漏掉就可以 去年压的比较多 因为怕冬天的时候 开吹把这某个舟掉 风大 我自己弄在那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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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一个人 你走了一边 回来你哪拽呢 我自己弄在那边了 我自己弄在那边了 一早抖了我回来拽就行 嗯 这个土测完之后了 这才有周末了 你看这灰 我自己弄在那边了 然后就是这么干了 现在就是把这个土 都抖了下去 因为要不然一会儿 烙塑料布的时候都烙不动 把这个土抖了掉 我跟我爸在这个塑料布 都拽出来 话不多说 开干活 现在这两串的 是人参 先早撤一下吧 然后那边那几串是西洋参 晚两个人来撤 在这块地里发生了一件 比较气氛的事情了 这块地里头 看看 不知道大家看了看 那坑一 身体里头被老牛给进 给踩坏了 踩的全是坑 这样的话 伸的话 就不一定能出号了 这个白虾的 比较上祸 你看看这叶 包括这几串 这块基本上都被老牛给踩了 这块有大深坑 这些被踩过的叶 这个人参基本上就长不太出来了 因为老牛嘛 体重太沉了 踩完的时候 把人参那个小鹿头 因为它在土里头 有个小鹿头 就给踩坏了 这样的话真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失算的 是让老牛给踩坏了 有点稍微有点损失了 这有一部分损失 我妈刚才在那输了 白虾了 是上祸 现在我们这块地 先踹出两串 去下一块地 这串踩的厉害 这刷布针刷机都有踩坏的 这边一瞅个更厉害 这都踩出坑来的 看着 看着 好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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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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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